翻译作文复习 这一篇要帮同学介绍的是 指考的翻译 这是107年的考题 我们看一看它的内容 还有结构 先看第一题 它说快速时尚以速度 与低价为特色 那这个中文因念过去 同学应该就要抓到一个 重要的一个概念 什么概念 就是以什么为特色 这是一个固定的写法 用人讲以什么为特色 我们可以用 make a feature of 这个就先补充 第二个 我们再来看 那人们可以怎样 所以中文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前面这个事情 带出后面这个结果 我们在翻译的时候 或者是写作的时候 常常会有这样子的结构 那就是这个原因 促成了后面的结果 那这种结构 很简单 我们就是要用 分词构句 所以这个句子的结构 前面是主要的句子 写出来 以什么为特色 那后面就用分词 遍语了 造成结果的一个情况 让人们可以 哇 让人们可以 这又是一个 不太容易写的 一个措辞 我们来看 简单的一个 补充 第二个 让人可以 我们最常用到的是 enable 人 好 sb to 然后加动词 这是第一个 那还有没有 别的 可以 让什么 这个地方 同学一定要小心 我们看到让 很多同学 马上就会写到 let 当然let并没有错 let people be able to 这样写也可以 但是没有那么精简 精简的就是用 enable人 to 或者是 make人 able to 这是 后面也是接动词的 第三个 还有一个 更棒的 就是句型 他用 make it possible for 人 to 加动词 这一些用法呢 这个就给同学做参考 其他同学还可以写到的就是 除了我们刚刚讲的 let人 能够 那就会写到 be able to 加动词 这个是大致上 同学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答案写出来 另外 也有可能同学会写到这样 allow 人 to 加动词 好 像这些答案呢 都有可能出现 不过老师觉得 如果要分数要拿高一点 可以用这个 make it possible for 人 to 这个句型是蛮漂亮的 所以后半段 马上就直接用分词 骗语了 使什么 可以怎样 ok 他的结果就是这样子 那下去我们来看一看 用负担的起的价格 用负担的起的价格 什么叫负担的起 这个负担的起在英文里面也是很不容易写出来的 负担的起 英文的动词就是afford 我们写在这个补充的这个地方 能afford 通常我们都是能当主词 那么可以怎样 can afford can afford就是买得起 经济能力上 这个负担的起就是用can afford 后面可以直接加名词 比如说我买得起这部车子 I can afford 的new car 我买得起这部新车 如果后面你要加动词 那就要用这样子 人 can afford 后面你也可以用to buy 好买什么东西 再加一个名词 这个写法 就是后面接名词的一个用法 当然不见得会用败 你也可以用其他的 好 我们浪费不起时间 那么这个 我老师稍微改在这边好了 这边用动词 后面加受词 如果是否定 一人我们可能会用这样 can hardly can是肯定 你如果加一个hardly can hardly 就是否定的 我买不起 I can hardly afford a new car 我买不起这部新车 我们浪费不起时间 时间很宝贵 就是 we can hardly afford to waste time waste time 就浪费时间 我们浪费不起时间 好 经过这样子的 这个字词补充 还有结构分析之后呢 我们这一题 大概就可以把答案 可以给翻译出来了 我们先把主题句给它翻出来 主词是快速的时尚 快速的时尚呢 这个快速用fast 你去查YouTube里面 这个就会快时尚 就会看到它用fast这个单字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fast 时尚fashion f-a-s-h-i-o-n 这是主词 放一些动词 这是单数 所以动词要加s make a feature feature是名词 特色的意思 make a feature of 以什么为特色 这是一个动词片语 加句我们要写的是 售词 那么它是以低降 低降 那么还有速度 那速度呢 我们用一个字 特色是低降是两个字 我们可以先写一个字的 rebit aess 这是抽象名词 当然也有另外一个写法叫 re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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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是抽象名词 speed s-p-e-e-t 一定会有同学用这个字 不过通常那个speed 是指动作性的快速 那这种快速 应该都是属于抽象性的 所以我们还是用这个rebit 或者是rebit 第二个就是低降了 and low price 那你要编导写也无所谓 都可以 老师是觉得 一个字的放前面 两个字的放后面 为了怎么念起来会比较顺畅一点 好 后面段就是用分词 这个结构了 造成什么结果 我们刚刚讲过的用 making it possible making it possible for 人 这个人是人能 people to 可以怎样 买得起什么 这里负担得起 就是用 to afford to afford afford就是动词 买得起 买得起什么东西 这个afford 游行的一个服装 所以我们先讲 afford是买得起 买得起什么东西 后面再用这个低价来写 afford 游行的服装 游行的服装 英文可以用fashionable clothes 最简单的 或者是用 dresses 这是衣服 当然 我们也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表达方式 你说流行的服装 英文 除了用fashionable 这是形容词的一个写法 还有一个是用片语的写法 我们就可以用clothes 或者是dresses in fashion 也可以用in vogue in vogue就是流行的意思 好 这样一写 不就很简单了吗 那后面再来 以负担得起的价格 这个afford就是买得起的意思 所以这个价格不需要再写了 就是负担得起 买得起 这些东西 这样就OK了 价格就不要再写了 因为前面已经有写过低价了 好 低价 那个是low price OK 这个是 第一题 我们所做的翻译分析 给同学做一个参考